明成化八年的九月 王守仁出生于浙江渝瑶的一个书香门第 这个少年生而不凡 在他十岁那年 父亲王华考中了状元 王守仁却有更大的志向 他想成为一位流明千古的圣贤 为了钻研成圣之道 十九岁时 王守仁实践了朱熹的格物学说 他对着竹子看了七天七夜 虽然竹子没有帮助他获取大道 但这个格竹的少年就此名流史册 经历了两次落地后 二十八岁的王守仁考中进士 大明朝多了一位喜严盛学的年轻文官 五年时间里 京城的朝局殷勤不定 洪志帝驾崩后 年幼的诸后赵继位 刘瑾等人趁机弄权残害忠良 一时间大宦官成为了生杀与夺的掌权者 但这看似死寂的帝国却未必没有威光 郑德元年的寒冬 三十四岁的王守仁冒死劝谏 却被贬到千里之外的贵州农场 他在被贬的途中遭遇了刘瑾的一路追杀 直到伪造跳水自尽的假象才逃过一劫 最危险的绝境 往往也半生着无限机遇 毕竟生死后 王守仁在贵州农场踏出了成为圣人的关键一步 他不再茫然地向外追寻真理 原来一切所谓大道皆在本心 史称龙场悟道 三年后 刘瑾扶珠 王阳明迎来了人生的反转 官职一路生至难寻大力 郑德十三年 四十七岁的王阳明寿命平乱 他恩威病师 扫除了困扰江西多年的民殿之火 第二年 他又在短短四十三天内 以八万临时拼凑的士兵停定了宁王的叛乱 两年后的一个平凡日子里 他收到了来自家境地的封赏 文官王阳明成为了世袭网替的新建博 公元一五二七年 他已经五十五岁了 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他 再度接到了朝廷平叛的赵令 在前往广西定乱的前夜 他在天泉桥留下了新学的四句教法 无善无恶 心之体 有善有恶 意之动 知善之恶 是良知 为善去恶 是格物 史称 天泉正道 广西的叛军听闻他的到来 皆纷纷投降 残余的盗贼被明军顺速碾压崩溃 叛乱被平定的同时 王阳明的肺病也在加重 他向朝廷递交了辞城后 乘船归乡 公元一五二九年的一月 一艘小船停靠在江西南安的青龙港 儒家的最后一位圣贤也魂归了天地 身为状元之子 少年立志成圣 十九岁定心阁竹 三十七岁龙场悟倒 五十岁平乱风绝 五十七岁病逝归途 这个少年用自己的一生立下了三不朽 实现了成为圣贤的理想 他的心学思想如同黑夜里的一盏火炬 再度照亮了华夏历史的天穷 龙场圣人号文成 五百年来 王阳明